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叮咚 你好,我是吴婷怡 今天 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叫做 《换鼻子》 知名起了太太春江 春江 非常漂亮 而且又显会,听话 大家都很羡慕知名 但是 日明心中还是有点遗憾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总觉得 太太的鼻子不够挺 有时候,知名不惊吓 太可惜了 要是 能坏一个鼻子 像林志玲那样,就太完美了 所以,每次一上街 知名总是听着别的 女人的鼻子 一看到人家心动的鼻子 他就上前位 你把鼻子搁给我 好不好 我有钱 当然没人意啦 终于有一天 再来碰到一个女人 好啊,可以啊 但是,你该给我多少钱呢 三千,怎么样 太少了 三万 五个 那你要多少 三千万 三千万 而且是现金 这,没有 有 有 有,只要你愿意 多少我都给 说着知名是神经病 这女人继续说 可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必须到我指定的医院 由我指定的医生来做手术 没问题 于是,知名可去就跟春娇讲了 春娇一听就说 我不要 我不干 我要跟你离婚 老婆 我是帮你换鼻子 让你更美啊 这样吧 我有钱 你要多少 我都给你 啪一下 知名跪下了 她老婆实在是可怜她 唉,好吧 于是 知名联络了那个女子 约好日子去等到 到了那天 知名带着现金 还有春娇到诊所去 那哪是诊所啊 就是一间公寓 没着孩 进门之后 房子里黑漆漆的 那医生走出来了 看起来就不像医生 春娇一看 这是蜜医吧 知名安慰她 别怕蜜医都长得这样 蜜医生说 换鼻子的人 已经在里面走了 不过手术前 请先付款 于是 知名把一备好的 三千万钱金 交给了蜜医生 蜜医生带着钱 找着春娇 竟手不忙了 知名照片等 等一会儿 就听到里面哀嚎声不断 过了一会儿 奇怪 等了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半天都过去了 咦 怎么还不出来 终 终于 春娇走出来了 春娇扶着墙 哎呦 哎呦 老婆 怎么样 痛不痛 痛个屁 我腿都软了 嗯 哥鼻子会腿软 哥什么鼻子啊 他给我敷脸 趁我不注意 他给我打了麻药 我什么都不知道 知名一看 他老婆鼻子还是那样 那那大夫跟那女的呢 等到日前 跑了 啊 那天完没了 老婆 还把阿了一针 那可真是 开了夫人又折冰啊 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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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